大会开幕时候,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吉野家党,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产业趋势及热点问题,开展对话交流。 天上飞的飞机,地上跑的汽车,家里看的电视,还有手里刷的智能手机。 今天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,在一百多年前,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奇幻。 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样如此,从1956年相关概念被首次提出以来,人工智能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支撑下迎来了井喷式发展。 对于新技术、新应用的不断涌现,与会嘉宾都充满期待。 今天人工智能创新的节奏快得令人难以置信。 很多人类感知的能力正在逐步被人工智能逼近或者超越。 今年3月,我们研发的机器翻译系统,第一个达到了可以和人类翻译相当的水准。 与会嘉宾表示,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,已经不仅仅是让计算机简单模仿人类的智能行为。 未来,无论是企业发展转型还是城市精细化管理,都离不开智能技术的引领和支撑。 可以说呢,未来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宣称它跟AI没有关系。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,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在现在这个时代趋势下率先的拥抱AI, 做一个成功的AI技术的应用者,尽快的使自身AI化, 赢在起跑线上为未来提供发展的动力。 上海是一个超级的大都市,未来这样超级的大都市, 一切的交通、城市的治理、安全都需要有新的思想、新的技术来引领。 上海会成为真正世界一流的城市。 谈及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趋势, 与会嘉宾认为,人工智能必将迈向2.0时代, 但它能否做到可知可控、可用可靠, 也是业界必须思考的问题。 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否能够变得清晰透明? 如何避免人工智能危害人类、个人或整体的利益? 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共享技术红利? 人工智能能否足够快地修复自身的漏洞, 真正实现安全、稳定和可靠呢? 机器的智能和人的智能智能毕竟是不同的。 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两者能够融合起来, 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更强大的智能体来为人类服务。 这就是人工智能2.0希望能解决的问题。 与会嘉宾还指出, 从技术研发到应用落地, 从软件硬件到服务, 人工智能需要全球协作, 才能实现最优化的配置。 对此,不少人工智能的巨头已经开启全球布局, 而上海的人才和技术优势成为了吸引它们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。